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继胜多美普林西比与巴拿马后,中国在出手挖角我有帮多明尼加,使我帮交国仅剩下史上最低的19个。 外交部长吴钊切表示,我国对外政策不会因此调整成和中国一样的金钱外交,将持续推动能够真正协助他国人民的合作计划。 据悉,我国日前制赠多明尼加的汉马车,也并不会追回多明尼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今一日,宣布建立外交关系,多明尼加与我断交。 成为蔡政府上台后,继胜多美普林西比与巴拿马,第三个与我断交的国家,也使我国邦交国数量降至史上最低的19个拉丁美洲维吾邦交重镇。 面临中国不断挖角,吴钊切今天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,我方花许多心血巩固邦交,将继续以领导人对领导人,政府对政府,人民对人民的关系,透过实际能够协助他国人民福祉的方式,推动合作计划。 吴钊切强调,我国对外政策不会因此调整成和中国一样的金钱外交,我国今年1月原赠多明尼加50辆汉马车,2月时我外交次长刘德利并与多明尼加签署合作被忘录。 对于已经原赠的军备,据透露将不会追回。 吴钊切对于原败后被断交仪式,则说外交部对于所有合作计划,都会做滚动式检讨和调整,仍重申我国主要希望这些计划,能够真正达到协助其他国家人民福祉的目的。 至于美国向来对拉丁美洲影响甚深,拉美甚至被称为美国后院,但中国近年强力拉拢拉美国家,此次多国断交更与巴拿马断交事件类似,显示美国的协助也无法力挽狂澜。 对此,吴钊切经表示,美国政府相当关心对拉美情势,对于这件事情也表达非常关切的态度。